你说 然后的话自动耳带机的话 我们这边拉耳带的话采用了两个模组 两个模组的话可以单独控制来调试 然后的话自动运行的时候 两边结合就是同步运行 只有调试了 就这个模组跟那边那个模组对吗 对对对 然后他们自动运行的时候是同步运行的 调试的可以单独来运行 然后耳带还有汉头一个汉阶的话 它是采用一个同步的方式来的 然后旋转 夹耳带是一个旋转机构的话 它每边一部有两个左右 然后的话它采用 每边的话每边控制一个夹爪 这边控制这个夹爪 对对那边控制那边夹爪 也可以单边来调试 这一款是几个伺服电机呢 这一款的话一共是九个 九个伺服电机 因为我们要录带 所以它那个耳带需要折耳对不对 对这是一个导耳 导耳一个装置 然后的话这一个是折耳的一个定型 和一个热压 这是热折耳对不对 热折耳汉阶 OK 那我们这个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卖点 就是在于我们的鱼型打包机 跟我们的衣托衣完全是衔接起来了 这成为一个自动化的一个产线 对 那这一块是 这一块的话是 耳带焊接完成之后 耳带焊接完成之后 它输送 它输送出来了一个位置 输送出来之后的话 它这里会有一个检测 检测的话 它会延时光 时间 然后的话 把这个口罩给输送到那个夹地里面 这是一个塑料盘 对 这个塑料盘的话 就是一个中短机构 中短机构的话 它主要的一个最大作用的话 就是 第一个是一个绝业成本 然后绝业一个人工成本 还有一个时间成本这一块 OK 那现在我们从外围 那就是 这个口罩输送到这个轨道 这个送料盘这个位置对吗 对 然后上面的话 有四个 四个工位 四个工位的话 每个工位对应的一个 就这里 这里有一个口罩 对 每一个 每一个吸盘的话 对应一个工位 一共四个工道 然后的话 我们上面这四个 光电感应的话 是来感应这个口罩 就是吸上来的 就是浅测的口罩 是否就是说 有余露的 这些是否缺口罩 对 然后的话 我们这个采用的话 是上下的话 是采用一个电动伺服 电动伺服的话 它主要就是说 一个优势是 就是噪音很小 然后的话速度快 然后的话 维修成本的话 就是降低了总共 我们一个维修成本 使用 使用寿命的话 很长 它不像那种链条式的 对吧 对链条式的话 它会产生一个摩擦 一个摩擦的话 大概是使用半年了之后 它就需要更换掉 那这个呢 这个的话就去 一年半以上 才需要更换 更换这个皮带吗 对 使用保养 核弹的话 两年都没问题的 OK好 那我们这个就是 这个四通道 这个打包机 这个不良率有多高 不良率的话 工资在99% 良率 良率99% 不良率 不良率的话 1% 对 能够在1%内 那这边就是四个 这边的话是一个中转 洗口罩 中转过去 放到一个中转平台 中转平台放完之后的话 这一个商料 一个搬运机构的话 会过 会检测到信号 然后它会过来 把四个口罩 放入夹具之内 夹入定位 哦 来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打包机内部 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移行的一个 一个 就是入袋前的一个定位 一个 一个精准定位 然后这一块 就是一个下料机构 这个下料机构的话 它主要的作用的话 就是把口罩 夹入 搬运到 装到袋子里面 这个夹子 这个铁片夹子 就是像筷子一样 把它夹住 对对 然后塞到那个 精准身份袋子里面去 对 在那个化妆袋里面 然后这个也是有 几个吸盘 把它那个袋子吸下来 对吧 这里一共的话 有四个 这一排的话 是一个 攜带的一个旋转机构 然后的话 一共有四个通道 然后每个通道 有三个吸盘 然后 三 三个吸盘 每一个吸盘的话 每个工尾对应的 每一个 一个吸盘的一个工尾 然后的话 从上 从这一块 上面那个取 那个袋子的一个装置之后 然后就把它给洗下来 OK 那这边就是热风 这边的话 是我们一个 去吸盘的一个 一个 一个药风 一个药风风口的一个装置 这四个的话 是温控感 温控 温控 温进气 来控制它的一个温度 哦 为什么要有四个呢 因为它是 因为它是 哦 四个袋 四个打包袋 对 四个打包袋 然后的话 是延传性四个 四个通道 哦 哦 OK 最后就是产品 就是这个样子了 对 产品的话 这是我们分过来的一个产品 嗯 你分个口的 像我们这个速度就是我们能 像我们走势稳定一分钟到一片 一分钟七十多片 一分钟七十多片 七十到七十五片 OK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整个机器 呃 这个这个打包机的话呢 四个料仓 四个这个送送 放那个口 放那个打包袋的 打包袋的 四个通道 那那个呢 四伏电机呢 四伏电机的话 一共有 八个四伏电机 八个四伏电机 这两个是 那个松下的 这两个也是松下的四伏 啊 是用的比较好的四伏电机 OK 好 谢谢